我們先把黃金合的主席是 張文斌進入最大張文斌莊主 然後我想先把那些幫教理看 大家好,我是進入最大主任張文斌 剛剛說明在這個旁邊我們沒有邀請 他就趕快到來 他就趕快說話 工作會很常在場 沒有辦法去死的去死 這方面是意外 現在要做什麼事 大家要做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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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完全是意外 現在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大概簡單說明在上面 今天這個地方 大家就會開一些課程 然後各方面公布 所以說 這兩個課程 所以說 對兩個學員 來領這大來上課 那但是 這大我們 除了當一些課程之外 其實我們很重要 就是我們還多當一些活動 活動當然是一些社區文化藝術方面為主 這是政府來支持反射大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希望射大其中的客戶能夠增加一些共同性跟社區參與的方面 所以我們射大也 基於射大在這邊也其實成立上面大概都超過的方向在努力 就是說我們會盡量來辦一些比較優質的活動 成立很優質的活動,然後比較自信的 大家講的都在,廣州不然都在辦公室,其實有時候就是 都老這個人,人會隨便隨便 那大概,這大反而多人,比較不應該是台灣的方向 我們希望有些自制性,最後有些累積 最後是優質 我本來是新娘,所以我們是新娘,如果是新娘,就要來討論,才會找到 我大概知道說,台南縣會進行地區這邊的一些 尤其是文化跟政治方面的生態活動 我覺得絕對是非常的欠缺 所以萬五集會來這個承辦這個新娘,所以把我們盡量時間能夠在這方面 能夠做委討論,所以從最初到最初 包括這次的導覽活動跟下個禮拜天的研討會 其實大概就是我們做這樣的一個努力的方向的一個 一個期點,要做個簡單的討論 那去到辭野寶藏,我想我還是要等 在這個像楊老師的演講之前 我還是請我們這次課程的策劃 蔡佩伍老師,大概簡單的用非常短的時間 我希望他不用太長的時間 把我們兩天的整個課程做一個簡單的加藥的說明 以及有一些可能要注意的事情 他跟他做一點點的方向 我們就請蔡老師 蔡老師,謝謝大家 蔡佩伍老師,首先替大家加藥的時間 大家就比較閃靜一點 蔡佩伍老師,現在找楊立宏大好 好好開始計時 各位請問一句 各位學,大家早上早上好 好 各位,我歡迎各位來參加我們 蔡佩伍大姐,這部主代的社群營 我簡單說一下,告訴大家 我們為什麼要辦這樣的一場活動 其實有一句話叫做 周圍顧疆人,因之顧疆事 蔡佩伍大姐,周圍經營的一輩子 我們認為,周圍經營的一輩子 不只要知道顧疆事 更重要的就是要以行動去參與 所以當我們知道說 從去年我們就知道說 今年的三月 即將要舉辦中校文化節以後 我們就急著用行動 我們不斷的來講說 我們怎樣用行動來共襄選舉 他以這樣子的活動 那講來講去 其實我們就要講 我們都不是那個頂頭 我們不會擁那個叫婆子 然後我們也不會不是黨紀 不會投黨紀這樣 所以都沒有辦法 用這樣子的一個民主的議政 陣頭的方式 通於這樣子的一個宗教聖會 那最後呢,我們就回到我們的老本堂 就是呢,辦學 我們希望說呢 透過研討會 透過呢 解決月經濟的方式 可以呢 把這樣子的一個 除了在我們的想像中 可能呢 除了熱鬧以外 除了煙炮血以外 什麼都不留下的一個 宗教聖會 我們可以把它的精神 給萃取出來 然後呢 透過呢 譬如說透過今天的這個活動 最主要的是 希望說呢 我們透過飲料為一個切入點 因為呢 宗教的活動呢 就我們來看呢 其實宗教的活動 它不只是宗教而已 因為它背後代表了一個立法學者文化 包包心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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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們希望說 都會讓你們想活動喔 有說 讓各位呢 嗯 超級的很輕盈的歷史文化 所以我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 辦這樣的一個活動很榮幸 所以我相信呢 各位呢 大家也會覺得很不錯 為什麼呢 我們要強調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雖然不是空前傑後 但是呢 我想 以下也是很犀早跟喊戒的 因為呢 很少會有一個活動 使用青銘 為一個主要的主軸 作發揮而展開的 這樣的活動到底是 我覺得其實我們這次這樣的兩天的活動 整個早期都是一時直選 不管是建築 不管是歷史 不管是信仰宗教的 那活動總共有兩天 反正我們今天校園和我們一場學員的互動和交流 我們會慢慢的教訓各位來談一下說 你們所需要注意的一些小事項 那活動到底有多好 我想兩天的時間各位可以慢慢去集會 也就是為了不會讓你們日保上同手而回 那我現在只做一個小提醒就是 因為今天我參加的學員總共有算是幾個 那為了方便學員的溝通跟交流 而且為了方便今天下午的洗澡座談 我們已經有各位去做一個小分組 那當然我們不把那個分組儀單 發出去給大家 所以我們知道這次同學的 有很多是我們台南縣的 非常優秀的製作的解說員 有一半是那一半不是 那我們希望可以 可以提到這種無敵在找機的作用 讓我們這些製作的解說員們 去抱我們最近從來沒有解說經驗的學員們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這樣的分組 那我們總共分了六組 那我們希望說稍晚大家拿到這個分組儀單以後 我們可以去想想看至少我們每組去找一個題目 在提到座談會的時候 可以去問接下來下午即將到的 我們今天請了單位提了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每組去找一個問題 來提到我們的提了 那我的說明呢很簡單 這個投稿的觀眾就到這邊結束 那這邊 我知道